在世界杯期间,C罗转会尤文的新闻愈演愈烈,被誉为尤文图斯未来一哥德迪巴拉,得知自己将来或有机会与这位顶级巨星在球场上合作时,瞬间变成了C罗的一位小粉丝。 从C罗来到尤文洗剪的第一天开始,两个人不论是在训练场上,还是出席活动,都形影不离,新赛季,C罗,迪巴拉,满足基奇,以及道格拉斯,和斯坦一同组成了罗曼蒂克组合,所有人的目光随着C罗一同来到了尤文图斯。 但是在C罗加盟尤文之后,虽然球队在一甲联赛中,取得了三连胜,但是C罗的进球账户,却迟迟未能打开,而同样状态不佳的。 恰恰还有与C罗相言圣华的迪巴拉,在尤文的前三轮比赛当中,这位上赛季的队内射手王也还没有找到进球的感觉。 C罗与迪巴拉在训练场上有说有笑,似乎默契十足。 阿莱格里在新赛季联赛第一场对阵借过的比赛中让两人首发,阿莱格里在这场比赛中将C罗放在中锋的位置上。 迪巴拉后侧在C罗身后,对于迪巴拉来说,这是一个最熟悉不过的位置了。 但是身前却不是熟悉的曼朱基奇,而是变成了需要更多侧应的C罗。 此前迪巴拉在任劳任怨的曼朱基奇身后安全的带球。 他所需要做的任务就是删入禁区,破门得分。 而在中锋的位置上,C罗不能够像曼朱基奇,一样为迪巴拉做出有效的掩护。 相反,C罗同样需要来自队友德拉开防守空,因为他提供射门的支持。 迪巴拉与C罗在场上这一点的冲突使得他们在训练时的默契全无。 可以说这次让C罗迪巴拉一前一后的配合彻底失败。 接下来的两场联赛当中,迪巴拉在替补席上一直静坐,仅仅在与帕尔玛的比赛当中替补出场十分钟,阿莱格里明显在为C罗腾出位置。 但是,让天赋一饼的迪巴拉在替补席上简直就是包庆天物。 虽然C罗如今还是正直巅峰,但是比他年轻十岁的迪巴拉显然更值得当作舰队的核心。 像迪巴拉这样年轻又有实力的球员,不会愿意自己的时光在替补席上蹉跎下去。 尤文图斯赤下巨资引进C罗,目的就在于冲击欧冠冠军,然而实力强大的C罗却还未获得一架手球,让人担忧。 三轮连赛紧出战一百分钟的迪巴拉,更是连助攻都未曾得到,明显未能找到与C罗兼容的战术,连赛还长。 接下来的尤文如何扶持这两位队内核心至关重要,倘若重用C罗之后欧冠又再次折疾。 迪巴拉的核心地位不保,很难说一位24岁,就拥有这样实力的球员不会寻求转会。 那么游完这个赛季,引进C罗的这个交易只能说完全失败。